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 我经常是属于偷了一片空白的 然后呢 旁边可能会有很多人在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知道自己一片空白就不傻 就是寥寥分明自己的状态就可以了 你知道自己是傻的 你知道自己是空白的 你知道自己想多了 你知道自己在烦 你知道自己在快乐 OK 就够了 因为你总有那么多状态 你有千百种状态 但是你只要知道就行 就怕你不知道 不觉 就怕你一片空白也不知道 那就傻了 我靠你 你不知道就傻了 一片空白也不知道 失忆状态 那就是 那就得吃药 对 那像我们平常生活中 学习佛华 然后平常生活中有什么特定要做的事情 还是 禅定要坚持 在坐垫上的打坐 不管单排双排 馈坐 还是在凳子上 修活在当下的能力 修专注力 修定力 修绝照力 这些都要在每街市场不断地训练 这是个训练 不是一开始就能达成的 这个要把它修炼到熟能生巧 修炼到想吃饭 想刷牙 洗脸 不管你烦还是不烦 天鹰下雨 或者是刮风 还是有没有时间 你都可以 就是它是个习惯 变成一个 馋坐变成一个习惯 这个对修训差不多 就是个禅定 就是变成习惯 就是你看现在早上 不管你烦不烦 你不刷牙吗 大家都刷牙 是吧 你就算失忆状态也在刷牙 我发现是吧 大家不会忘记刷牙的 自然的就刷牙 失忆状态也是到点了要吃饭 要吃饭 是吧 失忆状态也是好几次 我这有个黑字 我这有个点 我女孩子要打扮苗明化成的 把禅定裂成这个状态 烦也可以 烦也刷牙 烦也打坐 开心也打坐 烦也打坐 想多了也烦坐 爱吃状也打坐 任何一种状态都不影响 刷牙下雨不影响你静坐 每天坚持半小时左右 哪怕15分钟 就算没收获 把它修裂成个习惯 我觉得收获很大 就是这一点 尤其在家里任何座店 然后你打不动地坚持下 坚持这个习惯 剩下的空性政界 不断地去听闻了解 不是你第一次听闻你就知道的 不断地对佛的空性政界 跟同性道友去聊 跟善知识去参访拥有 然后去经典里边读 读不读 多读几遍 然后大家有时老是在讲的时候 你就听得更容易了 不断地了解佛的空性境界是什么 空性智慧是什么 因为这是剥弱之为佛的最高智慧 因为了解空性就了解你的本来样子了嘛 你就回去了嘛 就成佛了嘛 就这么简单嘛 佛说了很多法嘛 有的 其实佛将来有的讲法 是为了破外道的一些智慧的 以前 或者是破外道智慧 或者是对积所教嘛 因为不同时期嘛 所以但是始终在说第一地空性政界 这才是佛学最高的智慧 因为你本来是佛 但是你不知道这些 嗯 有些经典要 如果你有时间有能力的话 法华经啊 能源经啊 金刚经啊 这些要读一读 甚至有直接华严经啊 我也读一读 导经最多 它也流览一次吧 好歹大家聊起来说 我也学过 我看过 是吧 那是流览的 但是你能认知 知道的名字也很厉害的 知道吧 说法华经啊 反正我知道这三个字 我知道有那么一本书多厚 是吧 我觉得这也不错 我说你知道个经名都合有佛缘了 是吧 不错啊 所以要去凶然 不知经名 不知经义 是吧 大家轮回太久忘了 是吧 大家都学了很多年了 不要小瞧自己 大家都生生世世修 才能相聚 才能相聚在一起 末法时代 所以不用小瞧自己 慢慢来啊 不要对自己失望 不要对这个世界失望 阿弥陀佛看见这个世界 甚至想着我再借个世界 这个世界救不了的 我去那个世界 人家跟 你看跟释迦牟尼佛 我两个 你这个世界有的刚强男话 不过他在改的差不多的时候 继续楼转着六道太苦了 我接到我那个世界度去 你看多好 是吧 咱们也都发这个月嘛 是吧 没准你说我想 我借了个网络世界啊 大家爱打游戏嘛 没准现在极乐世界有电脑啊 什么的 毛线遍布 WiFi都有的 是吧 清晓时程嘛 很多网声的人说 阿弥陀佛WiFi 所以就WiFi 没WiFi不去呀 阿弥陀佛刚加呢 刚加上了 还有微信圈什么都有 时空是个假象 大家不要着想 但是一旦你突破这个六根啊 人生对你的限制 还有人道的这个时空 哇你太 玩得太嗨了 真的 可以游戏啊 天南海北的游戏 时空才好玩呢 各个维度游戏啊 去地狱也没关系啊 去地狱啊 去地狱啊 所以哪都玩过了 就觉得很不聊 不会无聊的 不会无聊的 玩了再说 毕竟空 你无聊是有个定向才无聊呢 你觉得玩过了它 无聊 毕竟空怎么会无聊呢 都无我之玩 怎么会有定向 它不会在你心中心中定向 而且众生的星效是长处不群的 这就叫 2600年前没有网络 众生心里面没有网络的信息 但现在有了 网络世界 众生的星效是长处不群的 时空是长处不群的 玩的东西是 根本是玩不尽 心效无尽 游戏无尽 境界无尽 所以心效无尽 到最后戒律无尽 所以最后色心为剑 大成道不是那么的戒律的 你的心乱想着无尽 戒律无尽 色心嘛 收心啊 所以大成菩萨到最后 色心为剑 不能给定了 几十桥已经定不住了 我就搜搜不住了 说色心 你有一千桥 一万桥 我色心把你收回来 是吧 单独的简单的 杀 盗 盈 妄语 妄语跟酒 酒精呢 它影响入定嘛 影响定态 因为酒精有意 大家乱性 但杀盗盈是三个 对人道来说 就是杀生 偷盗 邪语 这三个呢 让世界个时空不停的龙转 杀盗啊 因为只有你杀他 他杀你 没完没了的 你吃我 我吃你嘛 这样你就不断的在杀生 这个就龙转了嘛 你杀我 我杀你啊 你吃你 今天你吃了 我明天你要怀在嘛 我就得吃你嘛 这个因果所以杀 盗窃 偷盗嘛 偷盗也能 让世界众生不停的龙转嘛 所以我们偷盗 大家不要狭义的理解 你偷了别的东西 因为最初的人力偷盗 就是吃千地万物啊 养活己命啊 养活你的身体 偷空气 偷水 偷稻子 偷植物 偷其他众生的生命 养活自己啊 这叫偷盗嘛 是吧 偷盗 盗取这个地球上的一切来 不是你活不了嘛 所以这叫盗嘛 所以因为就像最初的 我们原始社会的时候 大家也没私有财财 所以还不上偷盗 就是偷天地万物嘛 偷鹿啊 偷猪啊 偷偷 然后偷完以后 偷回来 你吃了它 你不得还嘛 还债 债无关系就形成了 一时一时后来 还来还去 还又还去 就杀生 偷盗 盈啊 盈可以导致生生不息 因为没有盈喻这个胎生啊 没有胎生 实生化成 就是胎生 尤其胎生 没有盈喻就不能你生我 我生你啊 是吧 你不生他 他能赶来要债 是吧 你不生你的孩子没有 因为一般都说 亲人都是要债的 孩子不来 他要债他来不了 他到不了你身边 是吧 政务关系展示终结 等你成到了他在要债 你功德都圆满了 那么富有 还他今天怕傻 是吧 要傻给傻 是吧 所以 杀盗也容易让 让你的时空 时间空间 不停地弄出 所以杀盗也容易 导致你生生不息 所以不是说 他道德不道德的问题 是时间空间停不住 知道吧 所以刚开始最根本的五戒里边 就开始是情杀盗也 让时空先停下来弄转 先停下 并不是佛说 你上辈子造了业 下辈子 博士佛哪能说这些 是吧 佛不会管这些东西 是吧 佛是站在六道外 他又不是任何道德学家来 说你来评判你善恶的 是吧 他又不是野往野 是吧 给你撑你 你做了几坏事了 就是惩罚你家 他又他不是法官是吧 佛不是平派这些 佛是让你救你出轮回的 所以你停下来 你可以出去 你可以展示 让这个龙转之风停下 不知道你控制不住的 知道吧 你不停地乱想 清静不了 如果这三道眼能停下来 你用父母所生的肉眼 你就可以开启 看到其他维度 不是有天眼 知道吧 清静了 叫六根清静 坐在这儿再清空心这件绝对不同 直接整的 知道 所以为啥当年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听闻完佛法 当场说完法 人家就证阿罗汉果了 人家六根清静了 听了啥道影吧 你看每次说完法 多少人证阿罗汉果 多少人证什么 我们现在没有 就因为没停嘛 但是大家说 听不了老师 听不了就听不了说吧 听不了就听不了 是吧 大家没想停 因为大家觉得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 不是原始社会了 知道吧 我们有私有财产 我们有很多 我们拥有的东西 所以时代不同了 是吧 我说到天地万物的时候 大家觉得 偷掉也没啥 是吧 偷别人的好像不对 偷这个天地万物 五股杂粮好像是应该的 否则我吃什么 是吧 所以就轮回很久了 到不同的时代 说 现在就是说 现在你直接修订 用功夫来就行 修订直接从中道修订就行了 又拿出一段时间来修订 不想 他是善的恶的 是在戒律之内 还在戒律之外 你先不要想 尤其你在家人 是吧 你是对的 错的 邪的 正的 邪淫的 正淫的 什么 你在家人 上座那三个小时 不要乱想 不要想这些 不要给自己下定 你是个好人坏人 这种 叫别人 叫野王爷给评价去吧 让别人评价 你先自己 不要给自己下定 你又不是个评判官 是吧 先不要想 先不要想 停下来 嗯 但是 嗯 是夫妻一天 也算费吗 这个就是 很多人 不是有人跟我说 老师我 我跟男朋友 前一天晚上 没礼结婚证前 算邪淫 结了婚了算正淫吗 是吧 这个真的 因为在家人修行吗 我前一天没礼结婚证 我是邪淫 我领了个结婚证 第二天变正淫了 是不是 夫妻了 前一天是男朋友 女朋友 这真不是这样啊 主妻 就是说这个邪淫正淫主要是 其实 当开始修禅定的时候 不管正淫邪淫 这个淫本身就是说 一个是新淫 一个是身淫 知道吧 我们的淫它分成一个 生质系统的角兽 它其实是个很乐的角兽 就是说大家在这个乐里面 见不了空隙你知道 这个乐可以 就像洪水一样把你搅盖 就是说 你会上瘾的 很多人会迷失在这个淫里面 而且再加上传统的大家的教育 因为我们来自于父母的淫欲嘛 这个看得很重要 尤其人力 就会觉得 因为你的生命来自于它 所以它跟你的根深帝国 跟你的生命 有密切的关系 你投胎那一念 你里面就 加上着对这个的看法 所以 它跟你的很多东西牵连在一起 比如说 你的 被爱或者不被爱 被接受或者不被接受 你的精神层面的 你是好的还是坏的 善的恶的 如果它不爱你 你就觉得自己可能不好 你的自卑啊 你的不自信啊 都会出现 所以它其实 这个淫啊 就是说 它跟你的很多的 你的概念 认知 牵连在一起了 对你的生命的看法 甚至对这个世界 喜欢不喜欢 都跟一朝利害有关 所以它牵连了太多的 就是这些 涵盖你生命里面 太多的东西 概念定义 所以很多人在这里面 太纠结 他那些起码也很容易犯 很容易在这里面 就有公公哄筹 无力之法 所以佛说先停住吧 至于善的恶的再说先停下 停下来你在看 你是看不清楚的在这里 因为你就来自于他 所以真的是不识楼山 真面目 只愿生在此山中 你来自于他 你很难看清楚 你的执着点在哪里 对淫哥的看法在哪里 所以先停 所以在家里 你看短期闭关也是可以 三天五天的 力气去也是可以的 是吧 如果是一定 从人道来说 这个正义跟邪影的话 我觉得一个人 正深正义正眼 就是说 比如说他已经结婚了 他有夫妻生活 但是他心里面 除了正常的说 有生理反应 夫妇或者妻子 都有生理反应的时候 甚至他没有说 丈夫或者妻子有了 他那个时候是不识自己了 是不是 所以要那等于是 你不识 因为满他那个愿嘛 或者是什么 因为要夫妻和谐嘛 是吧 那家庭会平 然后呢或者是 但是这个性已经 不是很重要了 在这个家庭里面 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 在修道 充斥在你的家庭里 这个时候你的身心 气脉很正 尤其是心正啊 身心 身口意很正 说话做事 正也正 就是说 看问题做事 用佛的支界去看问题做事 很正心正 这个人 气正 脉正 心正 身口意都正的人 就叫正义 基本上 如果你身口意不正 头脑里边 乱动 借一个爱一个 知道吧 在那乱晃 知道吧 然后呢 当然说我们现在 因为网络时代 就是很多诱惑嘛 很多看图片 很容易邪影的 气脉不正 知道吧 身心 就是说这个时候 不管你有没有性行为 不管你结没结婚 都叫邪影 不告诉我 就算你没有性行为 你都在邪影之中 意影嘛 知道吧 所以修行尽量的少看那些黄色的 图像啊 或者 因为那些东西会印到你呢 就是很难得镇定 就算你 就算你苏世你是很有成就的 就算苏世你是大菩萨在来 或者是什么 如果你这一世你没有在果位上的话 你看那些黄色的 或者那些图像就你 即使你打坐境界一大堆 境界很好 全是善境界 他跟诸博不让交流 你无法得镇定 因为那是来自你舒适的修行 这一世你定不住 知道吧 镇定 就是说这一世靠你这个肉体 靠你这一世的认知 你无法入地 在生活里面 无法做事做地 这不叫镇定 一般入镇定 一般都要开始吃剑 断沙盗营 基本上百分之百的人 在沙盗营里面 没办法入地 定不住 因为在家人没有 刚开始你是很难封清这种 镇而鞋 随着你的身口一清净 清净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叫镇 什么这些了 你不用说是你鞋你镇 你马上就知道 你身口也很清净 六根清净了 你坐在那儿 有空性症结 你坐在那儿 你还眼一看 你就知道 他不静 他在晃 或者他就在鞋子中 鞋 气鞋所以银也鞋 什么都鞋不是鞋银 说话也鞋 眼睛也鞋 几乎觉得都鞋 都不正啊 是吧 因为心鞋了 是吧 心跟气不二 你的气脉糾彩 气脉没有正之间 之间不正 基本上都叫鞋 善男人善女人嘛 首先你看 佛在佛经理 善男人善女人 君子之行啊 基本上我说你是非善非啊 这个人 他有善有恶 对不同的人有善 看出缘了 但是他有底线 善之因果 做人做事有底线 是个君子 是吧 仁义理智性 顶持 那坐在那儿属于善男人善女人 然后文听正法 文听释迦牟尼多正正法 正生正义正义 有话说话 没话 不要在那儿挑拨离戒啊 什么 说那些 还有就是多找心也啊 就是各种等等 反正反正大家这个比我了解 正生正义正义正义 坐在这儿 善男人善女人 这就是正 这个就可以啊 你就可以修行啊 修禅定啊 嗯 其他的都写 嗯 写也不怕 翻证了就行了 所以没关系 大家翻证 不要跟自己说写 我们人类就 我们总是说 哎呀写了老师我写了 写就写了 本正 那个证也是个假的 我告诉你 只不过是说你要按照这个证来成佛嘛 你写就写了 大不了别人说你是个坏人 是吧 就是这样咯 是吧 可能你对有些人也是真的 有些人是写的嘛 是吧 你也有好的时候嘛 不要那样瞧不起自己嘛 所以我们就有对自己宽容点 是吧 休息了老敲自己毛病 敲了别人又敲自己 是吧 很多人就是学了 比如说学了啥 然后他就觉得 这个我不能这样子 那个我不能这样子 他就会变成了有很多的局限 然后对自己其实是非常苛刻的 他肯定会把自己身边的人也要求是这样的去做 嗯 是这样的 有时候 尤其女孩子休息休久了 别人说你个时候 看他还修行呢 你就修成那样了 你还圣洁呢 完美的 是吧 就心里合不上 你说我可以 但不能说佛法 怎么办呀 我怎么给佛法丢脸了呢 哎呀 装那气的 他要秉持善法嘛 他觉得给佛法丢 哎呀真的 有人说要说我 我本来就不圣洁 就没圣洁过 是吧 我就是这样的 是吧 千百周状态啊 你是空性 空性那边什么都有啊 地狱鬼的像也有啊 是吧 只不过是我在 人道理不能变鬼像嘛 是吧 你怎么能做个鬼像 但你知道你的心是在哪里吗 是吧 了知空性这件吗 知道你心在哪里吗 至于其他的都假像 是吧 别人说你一下 就说你一下 是吧 说你给佛法丢脸 就丢呗 可抱歉我就是丢脸了 所以我现在拼命在修啊 是吧 你看人家也有说 你是谁谁谁转世啊 这也有说 你看你是说我是谁啊 然后照照镜子说 哎呀这圆满了再说 我不是说自己高低的问题 你不圆满 有时候 哎算了这样子给佛丢脸也是 是吧 就这样了 但一切都是笑坦症的事啊 所以自由一点 我们修行不要那么 死板症就活泼一点 是吧 我们都学了禅了 最高结底了 是吧 禅是活泼泼的 是吧 不是脸变成死僵子僵硬的那种修行啊 我看到的都是这样子 很多是这样子 嗯 然后很想劝一下他们 不要那样子啊 然后他们就说 那那你是什么样子 我就 就什么都不想呗 就这样子 嗯 他们肯定说你傻 什么不想不是傻 是吧 什么也不想可以 但还不能被静转 不住静 不住任何静 是 有空性正见 你才什么都不想 如果你说 你没有在界定没有借信 你什么也不想 那就是个傻 你怎么能不想呢 是吧 是吧 家里火都着火了 你怎么能不想呢 明天连米也没下锅了 你怎么能不想呢 不去规划一下 你干啥工作 赚点钱给咱买米啊 是吧 有空性正见 你可以什么也不想 他骂你的时候 有的说 没有 直接就把这家灭了 说你了 家会把他气死了 到目前我没发现 有被空性正见气死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属于经常 属于空性状态 是吗 你 怎么会空性 你那叫 你那就是 你那不叫空性状态 空性状态 嘻笑怒骂都是空性状态 犯傻也是 骂你的那个也是 人家骂你的也在空性状态 你就看着人家在空性状态 视线吧 是吧 借空性 直接从骂里面借空性 这才叫空性状态 否则你就不是 任何地方借空性 你就在 永远在空性状态 这就像 丢主说 持刀上阵也借空性 杀敌人啊 我把你头割下来的时候 我借空性 你觉得这很残忍啊 你怎么能借空性 你有个定义的 持刀上阵也借空性啊 说这些都没用 先修定理 先把六根搞定 否则这些概念 大家都会觉得 怎么能这样呢 说说说 大家觉得 这好像不对啊 这连好人也不都做 但是你先把六根搞定 先破耶尔鼻舌生意 先进入无耶尔鼻舌生意的境界 完全归于一心 然后再破时空 把这个意也破掉 当然说你没有万法也没有意 直接就没了 任何一个状态都可以是空性的 本来就是空性 那个状态还是你定的 但有些状态你写线不出来 地狱道的 恶鬼道的 你能写线出来了 天人道的你写线不出来 你想写线天人道的状态 谁不想 大家都说 我老小快乐 我不想烦 天人就是这样 天人不知道烦恼会不会和我 你写线不出来 你在人道嘛 你有人道的定义跟业力 所以你写线不出来 写线下山道很容易 写线上边的写线不出来 你能力不够 散报不够 散报熟了就可以 你能不能够 散报不够 我给你 我看起来 你能够 在那儿 我看起来 你不能够 你不是 那我看起来 你能够 上山道的 你能够 那你 你能够 先够 你能够 你不能够 你把他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